男人正在邮轮上冲刷甲板 水管忽然被棋根截断 紧接着下一刻 他的身体分成好几节 散落在甲板上 这就是三体的名场面之一 古征计划 审判日号邮轮行驶在狭窄的河道内 却不值前方的水面上 横烂着数十道由纳米纤维组成的细线 当两者接触的一瞬间 船身仿佛遭遇无形剑气的切割 乘客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便统统化为一滩血水 三体组织首领伊文斯见识不妙 匆匆拿起和三体人的通讯资料 这是整艘船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可惜他也无法逃脱死亡系线的绞杀 最终握着资料硬盘倒在血泊中 而此时的邮轮犹如豆腐一般 被切割成整齐的长条碎片 哪怕是隔着屏幕 也让人感觉背脊发凉 几艘直升机缓缓降落在船体废墟旁 大量特警战士开始四处搜索 一千多名乘客无意生还 他们最终在伊文斯的尸体旁 找到了那个关键的硬盘数据 里面储存了三体人的所有通话记录 十几名数据专家经过两周的破解 总算夺取到了硬盘里的资料 其中一份文件足有一亿个机 而此时的叶文杰仍然是一副高冷模样 他坚信三体星人不会抛弃大家 托马斯掏出一个录音机 正是伊文斯和三体人的一段通话 全球顶尖的物理学家成景 无缘无故被托马斯带进了隐蔽的房间 后者觉得只有他才有资格查看这份破解的资料 当两人同时戴上游戏头盔 他们瞬间来到一片荒芜的废墟 身上的衣服没变 说明三体人早有准备 果不其然 那位卑贱女子再次出现 只见她开门见山地表示 三体舰队抵达地球需要400年的时间 以地球科技的发展速度 足以在这段时间内赶超三体人 所以在出发之前 他们将高位度质子展开成二维并十颗电路 将它制成超级智能计算机 三体人耗尽所有资源 制造了四个质子 分别进行量子纠缠后 两颗留在三体世界 另外两颗以光速飞行 在前几个月抵达地球 这样三体型和地球 就能进行实时通讯了 不仅如此 质子作为超级智能计算机 能够探索地球的任何地方 甚至操控微观粒子的实验结果 让所有基础科学停滞不前 他们还用幻象包裹了人类世界 让大家看见任何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当成井二人看到自己的背影时 同时惊恐地摘下头盔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每一块电子屏幕上 同时出现一行字 你们是虫字 紧接着一块巨大的天幕 缓缓向天际延伸 上面显现的图像 竟然是地面的实况倒影 忽然一点亮光扩散而出 宛如神灵在俯瞰整个世界 这番诡异的现象 立刻在全球范围引起渲染大波 绝望的市民走上街头烧杀抢掠 甚至有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托马斯早已听完所有的对话记录 知道三体星人不会撒谎 他们之所以搞这么大阵仗 就是想让地球陷入恐慌之中 同时也是变相的向人类宣战 他第一时间在郊区组建了研究小组 受邀的全是各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 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办法抵御三体人的进攻 科学家们不由的发起牢骚 咱们做的一切都无法瞒过质子 而且所有高级研究已遭到破坏 托马斯早就想好对策 那么就在三体人的眼皮子底下 继续发展已有的科技 既然他们派质子打探咱们的消息 我们也必须了解他们的情报 至少得知道莱希的飞船长什么样子 托马斯觉得最可行的办法 就是发射一颗探测器 而且必须接近三体飞船的速度 也就是光速的1% 如果按照现有的速度 探测器得398年后才能遇到三体飞船 那时候地球根本没有准备时间 在场的科学家摇摇头 以现在的技术 起码阿里发展100年才能实现 托马斯没有放弃 而是找到了物理学家乘景求助 后者也没让人失望 很快提出一个称为借梯的计划 探测器要想达到光速的1% 即使重量只有几千克 也需要海量的动力能量才行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核武器 其中的细节成经早就考虑好了 探测器无法搭载这么多核原料 那就用现有的航天器 在探测器的行动路径上分批安放好 没抵达一处爆炸点 安装在探测器上的辐射帆 便能吸收能量进行加速 只要数量足够多 理论上达到光速也不是不可能 所有人都被这个天马行空的创意 惊得目瞪口呆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 项目所耗费的金额也是天文数字 托马斯十分有魄力 当即拍板决定试一试 没过多久 一向名为群星计划的筹款项目 在富豪之间流传开来 任何人只要捐出足够的金钱 就能替任意一颗恒星命名 这既能给外星抵御计划做出贡献 也能让自己的名字永不消亡 托马斯大手一挥 切断所有国家的科研经费 连同社会各界的捐款 统统划到自己的研究小组 相当于取全球致力 来迎战三体人入侵 只是现在承景有些哀伤 他刚刚得知自己的好友 也是牛津五人组的唐宁身患绝症 其余几位好友早就知道了 只有承景被蒙在鼓里 因为唐宁一直对他情有独钟 即便杰克在临死前 给唐宁留下一大笔遗产 希望他去找全球最好的医生治病 可后者并没有照做 他不希望承景看到自己插满书页馆的模样 得知所有真相后 承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他只能用指折出两只小帆船 希望两人能像他们一样 结伴畅游在湖边的海洋 唐宁的脸上满是失落 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消亡 他的内心忽然移动 即匆匆的来到群星计划的售卖大厅 他决定用捷克的巨额遗产 买下一颗星星 没过几天 承景竟然收到一个证书 有人买下一颗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恒星 他实在想不通 身边哪位朋友会有如此大的手笔 不过此时的承景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而是将精力全都放在探测器的研究上 这天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探测器以这么快的速度 和三体舰队擦肩而过 根本没有时间拍照 而且还不排除他被击毁的可能 谁知托马斯早就想到对策 他要在探测器里 装在一名地球人 三体人出于好奇 肯定会把他抓回去研究 到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资料了 承景听完后顿时预测 双方相遇的理论时间 在两百年之后 什么人可以活这么长时间 托马斯笑而不渝 将他带到一间实验室 避温装置里冷冻着一只猴子 一旁的科学家解释说 零下150度能让生命活动衰减到千分之一的速度 当温度恢复正常 生命体的各项体征也会趋于健康 换句话说 这项冬眠技术能让人类寿命延化一千倍 即便有些副作用也是可以接受的 探测器的载人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不仅如此 托马斯作为项目的唯一负责人 他决定也进入冬眠状态 每年醒来一周 查看项目状态 这样就能确保三体人在400年后抵达时 自己是最了解他们的人 城景不得不佩服 对方的魄力 于是没再劝说下去 而是找到奥斯汀了解辐射番的进度 因为需要吸收巨大的辐射能量 直径小又足够坚韧的纳米纤维 便是最好的制作材料 就当阶梯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托马斯遇到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计划所需的核弹需要1000枚 实际上他们只能凑够300枚 为了达到目标速度 他们不得不减轻探测器的重量 通过对各种必要装置的计算 唯一能减重的地方 就只有装载的人类了 城景觉得不可能 除非那个人只有两公斤重 托马斯简直疯了 他决定用探测器装载一个活着的大脑出发 重量正好在设定范围之内 如今剩下的唯一问题 就是派谁去了 那个人必须精通物理天文学知识 而且最好是活不了多久的 城景想到一个合适人选 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却不想托马斯率先提了出来 那就是身患绝症的唐宁了 见城景和奥斯汀几例反对 托马斯打算亲自去找对方谈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唐宁知晓这件事后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更没有为了全人类牺牲自己的觉悟 唐宁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阶梯计划是城景提出来的 只要他有需要 自己就会无条件地站出来 城景不知不觉泪如雨下 谁知更加虐行的还在后面 托马斯突然跑来办公室 说出一个秘密 那个送给城景星星的人 正是唐宁 而此时的唐宁 已经做好提前手术的准备 他不希望经历与好友 尤其是城景分别的一幕 当城景急匆匆赶到实验室时 唐宁已经做完大脑摘出手术 相当于整个人都被禁锢在 狭小的低温舱中 以上就是网飞版三体的第四期内容 喜欢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